Dina,我知道你是前香港隊的代表 你覺得運動員的成功之路是甚麼 我覺得他們在培訓方面要做好一點 因為可以打好基礎 他們透過訓練或練習 可以令小朋友增強自信心 大嬉魚…經驗相當老道 今天除了帶你來看劍擊訓練之外 我還約了兩位 《營動香港體育基金》的創辦人 跟我們聊聊天 是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 交給你 好 很開心能請到營動香港體育基金 兩位坐在一起,Gary和Simon 來跟我們聊聊天 對,Gary,我也想問你 最初的時候 為甚麼會有這個理念成立基金會 其實我們營動香港體育基金 在2012年成立 但2013年鑽砍成為香港慈善組織 成立營動就是我們看到香港 在體育方面一直都在做兩個極端 一個是精英運動員培訓 另一個是運動的同樂日興趣班 我們很想營動其實不是兩種極端 是一種慈善、一種優質而長期的運動訓練 我們希望通過運動 可以培訓我們的基層小朋友 令他們具備一些素質 將來能夠做到社會流動性 Simon,現在有甚麼項目 接下來又會有甚麼新項目 現在我們總共有六種體育班 分別是長跑和跳舞 這些我們是給中學生的 另外又有劍擊、花式跳繩 女子足球和男子福棍球 這些都是給小學生的 現在的六班是在2015年做的 接下來有甚麼新的項目 其實有草地滾球、踢宴和網球 另外我也想問一下 其實你們過程中一定有很多困難 你們會否有甚麼困難 你們是特別覺得很麻煩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如何把運動 一種這麼重要的意識 帶給我們基層的家長和小朋友 因為我們發現 在我們發展項目的過程中 有很多家長都會認為 運動和學業成績 其實是一個矛盾 所以他們也要考慮得很清楚 會否真的把小朋友交給我們的基金 去發展他們的體育才能 而第二個障礙就是長遠來說 我們發現政府在場地上 要有很大的支援給我們的基金 因為其實我們籌到款 也收到學生 希望多些基層小朋友受惠的時候 我們發現不同的運動項目 要找到一個長期的場地支持 其實也不容易 香港投放在運動發展的資源 其實是有限的 其實小朋友在運動方面 有潛能也好 也要有些訓練的機會才行 將他們的長春發掘出來 然後發揮所長 但你永遠說話也很適合 其實我小時候 也希望有些專業人士 能給我一些指導 《營動香港體育基金》 正正透過這些課程 令更多年輕人認識自我 希望日後更多小朋友可以受惠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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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